中旬是报税的截止日 尤其是准备贷款买房的民众 需要专家的全盘规划 因此东森美洲电视 专程请到资深财务专家 贷款专家为观众解答 强调美国国税局 2019年的查税预算 已经回升到113亿美元 因此贷款专家首先建议 还没报税与需要贷款的民众 抓紧时间避免逃漏税 如果你是打公主 就是把W2准备好 那如果说你是这个1099 或者是自雇主的话 麻烦你把你的去年的报税给我们 那我们来先帮你看一下 说你的根据你去年报税 然后你要跟我们沟通一下 说你今年想要买多少钱的房子 那我们就根据你想要买的房子 来算一下说你这个报的税够不够 用心服务全美华人 附身贷款银行 今年更持续扩大服务网 西安来讲就是从最北边的 这个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 这边就是Seattle 就是Amazon的总部 再过来就Oregon 再往南边就是California 那再往这个东边一点呢 就是内华达州 还有这个 那个Denver Oregon 然后再过来就是德州 德州的话是很多华人在那边 那再往这个东边一点的话呢 就是Georgia 还有再是North Carolina 还有就是再过来就是Folverida州 然后再往北边一点呢 就是纽约 至于考虑重新贷款的民众 还可以把握第二季的优惠利率 提高贷款上线 你今天如果说是大额贷款的话呢 我们的大额贷款率率呢 也是跟小额贷款 利率一样 现在是七年固定呢 是3.875 所以说详细情形的话呢 就赶快跟我们附身贷款银行来联络 那我们电话是1800-355-1333 1800-355-1333 贷胜贷款有心 为在美华人专门打造横跨全美12个州 可以说中文的房贷与重贷资讯 观众登记免费咨询 请上贷胜贷款银行官网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